回国不带肉类产品 保护美味国产猪肉 当年恐提议疫情 台湾损失千亿 之后的21年 台湾再也没有脱离过疫区名单 力求在2020年从疫区除名 将台湾猪肉进军国际 但在这时海峡对面的中国 爆发非洲猪瘟疫情 随时可能因为境外肉品的入境 重创台湾养猪业 非洲猪瘟病毒有多恐怖 猪肢感染之后致死率百分之百 而且病毒可以存活在冷冻猪肉 一千天之久 另外目前全球还没有疫苗 或药物可治 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 第45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 立法院11月30号三毒修正通过 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修正案 提高财罚金额 旅客如果违规攜带肉类制品入境 轻者罚一万元 最终则会罚到一百万元 不管是熟的生的通通不能带 网购罚的任重 网购是五万到三百万 还有刑责 它的刑责是七年以下有些徒刑 网购等于是一个输入 扩评输入的动作的行为 中国今年8月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以来 已经扩及到20省市区 达到79案例 疫情严峻为了展现防疫决心 农委会加强宣导 就连知名网派通路也发出相关 禁止贩售声明 就是要防堵疫情 原始新闻起固 迪弗罗安立法院台北市采访报导 接着